影片內容請參考時間目錄喔 首先來看試算表 當你打完黃天凶妖賽之後 就可以重複刷這一關的情依酒杯 一場大概兩分鐘內可以獲得一杯 然後用五個情依酒杯 就可以把關羽的結義等級升滿10級 再來點記陣就可以收到青龍眼月刀 跟關羽防具全套 青龍眼月刀的絕技藤角起縫 出招速度快而且會往前跳 平常打小兵很方便 那更厲害的是命中的時候會有反作用力 可以在空中連續施放 但如果面對體型小的敵人 空中連續施放可能就變成揮空刀 白費力氣 然後關羽套裝的部分 五箭穿滿有大刀傷害加6.7%效果 但是重量太重了 土還沒有點高的情況下 暫時建議少穿一箭 避免重量超過70% 不然會有懲罰 當你負重超過70%的時候 氣勢消耗會大幅增加 施放跳跳虎一次要439氣勢 然後脫掉一箭 把負重降到63% 施放跳跳虎消耗314氣勢 比剛才便宜多了 接下來說明刷情依酒杯的流程 首先你要先通關一次黃天凶妖載 才能重複刷這關的酒杯 然後出發前建議把身上剩下的蒸氣都拿去點土 因為在刷酒杯的過程中可能會經常不小心死掉 另外建議把遊戲設定裡的自動鎖定攻擊裡的敵人暫時先關掉 這樣跑起來會比較舒服 接下來從黃天凶妖載的起點出發 這個是網路上流傳的正常路線 在路上一定會被敵人打到 所以防具建議多穿一點 避免被秒殺 那順著路直直跑到酸魚這一區 建議靠左邊走 在平台上可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 然後用格擋加跳躍的安靜移動方式開門 之後順著右邊跑到刺蝟這邊上樓梯 不是上梯子 然後盡快去摸牙齊 如果運氣好的話 敵人沒有馬上追上來 就再按一次牙齊 就會重置敵人的位置 然後來去開牙齊附近的寶箱 裡面固定會出一個情依酒杯跟遊俠雙劍 開完後回去點牙齊 然後選行軍 黃天兇腰在 確定重置 就可以重新再刷一次了 再來講我自己的跑法 這方法比較適合常在死的人 進場後先往牙齊二的位置移動 路線其實大致上是一樣的 只是細節改了一些 到達牙齊二之後先插旗 這樣萬一路上發生意外 就不用跑太遠 然後往回一樣跑到酸魚這邊 開完門之後直接從中間大馬路衝上去插牙齊 這樣比較簡單粗暴 而且你一定會有時間可以插 或真的來不及插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弄好後馬上去開寶箱 拿到酒杯就可以直接死一死了 之後系統就會送你回牙齊 然後就可以重新再刷一輪 好那以上就這樣 掰掰 在花火的消息 好, passe身上去 爽先讓我太陽 爽先到道後馬上睡醒 爽先讓我再一輪 爽先讓我看 爽先讓我放寬 爽先讓我來